今天一再被提到的名字就是阿娇 因为吴敦仪在昨天说 在7月11号她跟夫人蔡令仪 都没有跟吴门中通过电话 当天唯一跟吴门中通电话的人 只有高雄阿娇 那么这个高雄阿娇呢 其实也就是蔡令仪 同母义父的妹妹 那么今天我们记者也在宜兰状围 找到了这个阿娇本人 那么对于这个案子 她又是怎么说的 来看我们的报道 就是吴门中讲的 好 嘴里讲出吴门中的名字 又不断阻挡镜头拍摄 这名女子就是副总统吴敦仪的 小姨子高雄阿娇 7月11号上午8点40分 是高雄阿娇打电话来 说吴门中先生 曾打电话来 说新闻媒体所传播的 陈采梅女士 就是好几年前 吴立伟为她的女儿 为我的女儿 证婚的时候 那个新郎的妈妈 不要这样子来骚扰 所以我也不大愿意跟你们讲出事 看到媒体找上门 阿娇变得很敏感 只说多年前 吴敦义选高雄立伟时 认识了吴门中 其他细节都不透露 今年56岁的阿娇 本名郝英娇 是副总统夫人蔡令仪 同母异父的妹妹 三十多年前嫁到高雄 因此吴敦义才称她高雄阿娇 她妈妈又跟一个 比如她们姐妹两三个 因为她有姓 姓桃 三个 姓也 邻居透露 蔡令仪的妈妈 有两段婚姻 生了四千金 老大蔡英桃 也就是现在的副总统夫人 蔡令仪 和第二任丈夫 生下三个女儿 郝英娇 蔡英兰 最小的名字没人知道 蔡英桃19岁 嫁给吴敦义后 受到夫婿影响 改名蔡令仪 在宜兰壮渔村长大的她 学历只有高中毕业 但嫁给吴敦义之后 平民阅读 还苦学英文 就怕外界质疑 官夫人出身低 随着吴敦义的仕途顺遂 蔡令仪曝光机会 越来越多 人前表现 俨然就是吴敦义的分身 大夫出征 深入全台大小基层 每逢选拒 蔡令仪就是先生 吴敦义的最佳重选员 台风稳健 口才更能力 我的菜很好吃的很多 我还能拌 拌几桌没问题 她是假踏实地的 在跟我们所有的 县免乡亲相处在一起 一笔高高在上 非常水和的一个人 长袖善武功力 完全不输政治人物 选举场合总少不了 蔡令仪服选身影 地方名义代表 都对她印象深刻 但也难免有失言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错的 对 你也说愿意道歉 对 该换错就是应该道歉 叶子还没有道歉 以前我已经道歉了 因为这的确是错的东西 一路跟随吴敦义在政坛打拼 已经三十多个年头 出得清堂入得厨房 这个让吴敦义很自豪的副总统夫人 绝对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